新西蘭的義德投養 大家好, 歡迎收聽 新西蘭的義德投養 和社長Raymond Wong 你好, 我們又見面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這件事 都是一段時間前 一段時間前 有一位阿里巴巴的 女員工 她上個月的時候 就說自己被人性侵 現在這件事還未完 這件事還未解決 還未完 還未解決 應該是上個月還是前個月 我忘記了 上個月的, 我記得 我忘記了, 不過她已經被阿里巴巴解僱了 那位女士, 那位女員工 那位女員工 因為她說 散佈 遭到高管 強姦, 公司之情 不處理 的虛假信息 引發社會強烈關注 令公司造成 惡劣影響 這個行為 違反阿里巴巴集團 員工紀律制度 一類犯規行為 第1.5.3條 對外發表或 傳播不當言論 或故意捏造散佈 虛構事實 或傳播未經證實的消息 造成惡劣影響的規定 要跟她解除勞工合同 嘩, 這次大件事 我告訴你 最嚴重的不是這個 最嚴重是有內地媒體報完之後 這件事去了西媒 現在西媒是聲討阿里巴巴 哈哈哈哈 阿里巴巴還值不值得 投資呢 還值不值得在那裏買東西呢 嘩, 厲害 這樣說 究竟一個女人遭到性侵 你不知道她是真還是假的 你不知道她是百分百 但事實上 這件事不是11月 是8月的時候爆出來的 這個情況 不好意思 8月 因為時間過得很快 都不記得 那個問題就是 濟南警方通報 涉案的阿里巴巴上司 黃某文 不是黃瑞文 他實施了什麼呢 叫做強制猥褻行為 就不是強姦 當時濟南警方的山東 沒有逮捕他 警察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 治安拘留15天 這個黃某文 就已經在9月的時候被釋放了 是這樣的 放了 放了 其實他在工作的時候 是遭到侵犯的 這件案件 另一個攝氏人 不是阿里巴巴員工 是濟南華聯超市 張某 目前也在關押 其實遭到強姦是真的 應該 這是嚴重的 空偉師說 很久了 反轉再反轉過 這個 不是 這個很奇怪 你說反轉再反轉 我不覺得是 這件事 因為 現在 張某 其實那件事就是這樣的 因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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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格來說他因公受傷 我的看法就是 而阿里是 不理會 他說遭到高管強姦 那麼他也沒有說 遭到阿里的高管強姦 對不對 他有些事情是不實的 但他事實上是被人侵犯過 這位女士 要明白 我的看法就是 那 HB Doe 就是 女兒的老公 頭頂一片青天 我不知道這件事實際上是怎樣 現在 我看到 還有些不同 aforg 1480 Forg 請問YT有沒有權山留言 有的 你不知道 留了些什麼 他會搞這些 Torcef 就是彭帥2.0 那 我又不知道 空威師說這件事好像搞到一地雞毛 現在證明兩邊都不是好東西 我不知道 因為 其實那件事就是你要記住 他現在已經有受理案件通知書 這位女士拿了出來 案件是受理了 是啊 是啊 其實 究竟這件事實際上是怎樣 其實未完成 未完全知道 未解決 未完成法律程序 那麼 HB 都說 過程精彩絕倫 涉及 案中案 那麼 空威師就是當時很轟動 後來 只是一場 小三爭上位的大賽 Durian Lee 社長什麼時候做港島東候選人 已經做了 遲些會放上來 遲些會放上來 那麼HB 都說 有猥褻有出軌 當然兩邊都不是好人 但問題就是 你要明白一件事 對於阿里巴巴來說 這是一個麻煩事 因為 現在 很多訊息 放出來 就沒有說出軌的部分 而且 老實實 如果不是你們告訴我 有出軌 我根本就不知道有出軌 所以這就是嚴重的地方 這個性侵風波 嚴格來說 就 如波未了 ECK就說 性侵已經很難證實 如果受害人都不盡不實 就Good luck 但是現在當然 有些人就說 這樣說 阿里巴巴8月 被爆出性侵風波 案件主角 周小姐 在上月底收到公司郵件 周氏 向內媒報料 就不接受這個結果 那 內媒 即是 是不是大肆報道這宗新聞呢 有部分有報道 不是全部 那麼阿里巴巴的股價 會不會 長期有壓力呢 我就不知道了 讓我看看 Kid Zhang說 會不會最後是金錢糾紛 我不知道 但是 阿里巴巴巴一定會受到一些影響 但是你說股價會不會穿100元 即是有些人在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這樣說 阿里這間公司 我從來都說 老闆不太好 老闆不太好 那 你應不應該買這間公司的股票呢 我經常都說 如果你投資 你買騰訊比阿里 一定是 當然有些人不是這樣說 那時候又說 他有螞蟻 那些什麼什麼 但是 當你見到馬雲 這傢伙 他怎樣說一些話 尤其是針對監管那方面 監管的層面 他是絕對輕滅 監管機構的 很坦白說 如果你在外國輕滅這些監管機構 或者不斷放棄這些監管機構 你迎來的只會是很強硬的監管 現實就是這樣 在外國也是這樣 那好吧 你這位哥哥在內地 你說內地 是不是他這個馬雲先生有特權呢 老實實 我不覺得是 AFOG1480FOG 就說我曾經留言說 掌姐手上的投票權很容易受人疏擺 就被無故刪 嗯 是很奇怪的 他整套東西是很奇怪的 朱永生就說 其實這就是商界版的高麗芯事件 但是我就告訴大家 這件事 有可能 現在有可能會繼續燒下去 這件事是很麻煩的 這件事是很麻煩的 Jackman說得對 西媒有很多東西可以玩 玩一下阿里巴巴也可以 玩一下國家也可以 這件事麻煩 所以是很難搞的 還有 就是阿里他可以按得住別人的訊息呢 我的看法就是最多按到某些報紙不報 但是照樣子會相差 就是一說他 明明知道有這些東西 都不保護那個女性 因為其實這些東西 一定是保護女性先的 大家的感覺就是 觀感就是一定要保護女性 為什麼你立即炒掉那個女性 所以整件事不是那麼簡單的 好了 空威師就說 在原住民裡面 老人票很容易受到操控 很正常 那個情況又不是真的很嚴重 我也要說清楚 Father Wong說 有時候我重聽直播社長的誘口 都還是沒有在 不 台仰說刪了 台仰說刪了 你回應一下Father Wong 鞭捷 應該爆粗那些是刪了 真的 刪了我想你看的時候 那個系統正在處理 所以就還可以看到 當他是這樣的 當我在YouTube後台那裡 就簡選了哪一部分要刪 之後他是要幾個小時的處理時間 在這幾個小時處理當中 你還是可以看到有粗口的那個笨本 就是這樣了 解釋了 不好意思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都說會馬上處理 通常都會剪了一折 放在沙冷氣的 如果有粗口的話 其實現在的操作就是這樣 不是故意的 有時候是 好了 這件事有時間搞了 因為又會說 中國女性的權益 會不會被人保障到 那些事情 現在會說這些 事實上 都是麻煩的 這些 阿里他 剛才空威斯就說 最初就是低調處理 當時應該報警處理 其實應該一早 這些所有事情都交給警察處理 那些事情就可以了 我的看法就是 但是 那個問題就是 內地很嚴重 有一件事叫做地域黑 即是濟南 山東濟南 其實一說到山東濟南 這四個字 很多人就不相信 其實就是這樣 這個地方有很多古靈精怪的 所以是不相信的 所以 Stephanie 汪洋 外媒都黏了 一宗刑事案 按既定法律行事 關國家有什麼事 他不是這樣說的 他最會針對國家的 他其實就是說 女性權益 他慢慢煮 他一定是用一個方法的 對女性權益 有沒有保障 跟彭帥串在一起 現在他們一定是想到 這條計劃 你看彭帥 彭帥都被人性侵 當然彭帥那件事 有愛 所以 很難搞的 其實整件事是很複雜的 基本上是非常複雜 很難搞 不是那麼容易處理得到 空偉師說這件事 最令人懷疑的是 為什麼那個女的當時 不是報案 而是向高管投訴 其實 究竟 他自己在做什麼 他自己才知道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的 但是 在一個 外邊的人 什麼都不了解的角度來看 這件事不會 你沒有辦法 理解得完整件事 第一個觀感就是 為什麼這間企業 沒有好好保護你的女性員工 一定是這樣 其實是 所以是很難搞的 Torrus F就說 阿里賺錢業務 不會上市 這個一向都是 而且阿里是很 他的老闆是很衰的 我只能夠說 我一直都不相信這個人 不過我不相信這個人 就麻煩了 周抄就救民阿里的事 政府已經有公告 其實警方 有公告是一部分 現在是多了一些新料 所以現在如波未了 你明白嗎 Jackman就說 用女權來針對國家政策 這個是 這個是會的 所以是有時間搞的 陳連查就說 警方已經證實 女方吹水 內地網民都知道 他拆不起了 又不是 現在的女方 又拿到東西出來 所以你不要說拆不起 他拿了東西出來 不是 他拿了另外一宗 猥蝕罪的東西出來 是受理案件通知書 他拿到的 就是強制猥蝕 侮辱罪 起訴狀 進行審查 並且立案審理 這是12月9日發生的事 所以 不要開玩笑 你說炒不起 其實炒一下炒一下 就炒得起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空威斯就說 不單是複雜 而且劇情反轉了兩次 接著還有 我是村委書記的爸爸 不是 當時 第一時間是交了給警察處理的 警察也出了警情通報 後來 黃某的老婆不服氣 告了女兒 之後才捅出來 啊 這樣就不知道了 1450智商是硬傷 他就說 欲家知罪學無詞 平台是西方的 他就隨便玩 抖音控制不了 就屈文化輸出 又好像 不是啊 空威斯不是滯後 因為他剛剛拿出來的事是新料 他剛剛拿出來的事是新料 不是滯後的西媒 他現在又拿了 12月9日的 仇理案件通知書出來 日期是12月9日 所以不是 哈哈 這件事不是那麼簡單 之後就有時間搞 不是西媒籌了 是了來了去的 其實 999有貓用 今早TVB說了公安查員武魯強 是 姓王那個武魯強 剛才我說了 但他現在有另外一宗 其實就是 而且 說法就是 傳 傳的 就是在同一個飯局上面 就是這樣 同一個飯局 所以很難搞 是啊 所以 人人有出席 所以很難搞 他現在就說 他沒有保護女性 其實最主要的做法就是這樣 沒有好好保護女性 所以很難搞 就不是那麼簡單 這個是很難處理的問題 就算女性都說 你情我願也好 都可以寫到成 沒有好好保護女性 哈哈 都可以這樣寫 都可以寫 作一些故事出來 加油添醋 說得好像像層層一樣 現在就是外媒那種方式 那種做法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好不好 就這樣 拜拜